这里是我国首个集茶叶研究和生产的官办机构 清代江南植茶公所的遗址 距今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 它位于南京梅花山脚下 就是在这座机构里 在我国率先开辟了茶园种植模式 首开机器制茶 因此它在我国的茶叶发展历史上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块背上的字 则是由茶界泰豆张天福先生 在2012年所书写 江南植茶公所创办于1907年 晚清为什么会创办这样一个茶叶机构呢 1850年以后 英国在印度植茶成功 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 取代了中国茶叶在世界茶叶的地位 1905年 两江总督周富 派著名茶叶改良专家郑世皇 陆寅 吴又延等人 前往印度斯里兰卡考察学习 全新的茶叶生产方式 考察团发现 晚清以来 我国的茶叶制作方法 经营模式有问题 如果再不改良 就会被印度和斯里兰卡出茶的红茶 所击败 考察团回来后 对茶叶的种植 施肥 修剪 采摘 晾清 筛清 变红 烘焙等工艺 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提升 1907年 郑世皇在南京梅花山脚下 创办了江南植茶公所 在植茶的方法上 引入了先进的栽培法 开垦出一排排规格统一的植茶沟 对延续千年的茶叶从栽进行了变革 甚至还发明出了煤茶交种的形式 清廷将这些成果向各省推广 靳老师 咱们雨花茶有什么优点吗 因为雨花茶独特有的熔年工序 它的香味更浓 这个跟梅树种在一起 正好通过这个枝叶 遮挡了一部分光 形成了一种小气候环境 这个茶叶通过吸附作用 吸收梅花的一种花香 使这个制出来茶叶 具有独立的一种花香味 江南植茶公所 对我国茶园种植影响深远 不仅成为了研制现代雨花茶的源头 它开启了我国茶叶实验改良的新时代